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安徒生 有一天呢他戴了一顶不太雅观的帽子 比较破旧了 在街上走 这时候呢碰见了一个人 这人啊其实嫉妒安徒生已久了 就跟安徒生说 哎呀你看哪 你这个脑袋上怎么顶得那么个破玩意儿啊 太难看了 大家都知道 欧洲人戴的那种帽子是大的礼帽 圆的 高的 安徒生听了他的话 并没有非常生气 而是幽默地说 天哪我也注意到了 您看那顶帽子多么漂亮啊 可是他下面盖了一个什么样的脑袋呢 在场的人轰然大笑 安徒生不仅仅化解了自己的难堪 也狠狠地讽刺了对方 人际交往中是不能没有幽默的 缺了幽默的人际交往 经常显得非常枯燥无味儿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人都喜欢和幽默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幽默可以带给我们欢乐 而且他们的幽默会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世界这个时光的美好和幸福所在 我们都知道钱忠书先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 但是钱忠书先生特别不爱跟外人打交道 他就喜欢潜心在家写作 而对于来拜访的人大多是近而远之 有一次有一位英国的女士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就要拜会钱忠书先生 他给钱忠书先生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 说我很喜欢你的小说 我看了很多年的小说 我想见您一次 面对这样的情况 钱忠书先生非常幽默地给他回了一封信 说夫人 我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小说 但是呢 我觉得您没必要见我 为什么呢 如果你喜欢吃这个鸡蛋 你不见得需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鸡呀 看到这封信 这位英国女士感到既被拒绝 但是呢 又不失尴尬 非常有乐趣 最后他尊重钱先生的意见 没有去见他 我们说 适当地运用 幽默的成分 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在人际交往中呢 可以加入很多润滑剂的作用 幽默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多快乐 胡登博士说 幽默有三大功能 具体是哪三大功能呢 我们认为 一般说来 幽默有三大主要功能 第一大功能就是 缓解矛盾 消除尴尬 因为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经常会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况 比如说 小李刚刚入单位不久 有一天 他急急忙忙冲到了洗手间里 因为要上厕所啊 着急 结果进去了以后呢 发现在洗手间里 站了另外一位人 谁呢 是他们这个公司的 最高级别的总裁 他当时看了一下 他觉得很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 跟领导打招呼 怎么打法 不打是不行的 但是呢 怎么打呢 哎 小王非常聪明 集中深志 突然来了一句 张总 您也亲自上厕所啊 就这小小的一句话 让张总记住了这位小王 同时也缓解了两人的尴尬进降 马克图温是非常著名的作家 我们知道在西方有一个节日 叫愚人节 每年的4月1号 在西方很多 媒体上都可以登各种各样的 搞笑的 迷惑人的 骗人的新闻 在那天 大家只看这个报纸 登的是什么 不关心他真实的内容是什么 结果有一年的愚人节 马克图温的一个朋友 给他登了一则复告 说 主名的作家 马克图温先生已经去世了 葬礼将于哪天 哪天哪天 在哪举行 结果呢 好多人在那天 不知情 蜂拥而至到了马克图温的家里 来挨到他 想见马克图温 这位著名作家的最后一面 当大家看见马克图温 依然在自己家里 看着书 在花园里 散着布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奇怪 说 马克图温先生 报纸上可是登您死了呀 您怎么还在这呢 结果马克图温 不愧是幽默大师 他说 是啊 先生 报纸上登的没错 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小的错误 我死是确实的 我总要死的 但是日期不是今天 他们把日期登错了 结果 马克图温的一席话 也缓解了大家的这种尴尬 也赢得了一场幽默的大餐 那么幽默的第二个功能 是要运用智慧显示力量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诗人 大家都很熟悉 叫苏东坡 他有一个好朋友 是一个和尚叫法应 苏东坡和法应两个人 是经常斗智斗勇 苏东坡为了显示自己有才华 有一次就问法应 说 法应啊 你是和尚 你是大师 你看 我站在这 你看见什么了 法应 黯然一笑 说 我看见了一尊佛 苏东坡很得意 然后接着就问法应 说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因为法应长得比较胖 然后呢 比较沉 要我们的话说是比较丰硕的一个人 法应说我不知道你看见了什么 苏东坡特别得意的说 哈哈 我看见了一堆狗屎 然后 自以为胜利的苏东坡扭头跑回家了 特别得意 他跑回家 跟他的妹妹苏小妹说 我今儿终于把法应给捉弄了一次 我问他 看见了什么 当时我站在他面前 法应说看见了佛 然后呢 他又问我 看见了什么 我就告诉他 我看见一堆狗屎 苏东坡显得非常高兴 非常得意 苏小妹这时候 很认真的告诉苏东坡说 哥哥呀 你被人家法应幽默了一次啊 而且你还不懂人家把你幽了 他说怎么回事呢 说说啊 在佛教的教义中 心中有佛 见者皆佛 法应心里有佛 所以看见你 也觉得像佛 那么翻过头来想呢 你心中是一抛狗屎 所以你看见的法应是狗屎 是你内心的一个肮脏的表现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幽默 法应又赢了苏东坡 那我想 在我们的交往中 也会有很多要显示自己力量的地方 那么我们不妨通过幽默的手段 来显示自己的力量 第三 幽默可以愉悦听众 融洽气氛 我们无论是在讲课 在演讲 在商务交谈 还是在机关里相处 我们经常都会发现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形 我们的场景 都会比较沉闷一些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点点幽默 来调剂我们的生活 尤其是我们紧张的生活 消除一些紧张的情绪 有一年 美国的前总统里根先生 要做手术 当大家很慌乱的 很着急的 把他推到手术台上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里根先生是共和党人 他这个时候 为了消除大家的紧张情绪 问了一句大夫 说大夫先生 您不会是民主党人吧 就这一席话 逗得旁边人都笑了 给他主刀的大夫 也放松了心情 旁边的人也松弛了情绪 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恰当的幽默 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 但是我们也发现 不适当的幽默 却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 在人际交往中 一定要有幽默 可是呢 正确地运用幽默 也有三个忌讳 第一个忌讳是时空不对 在一个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地点 如果你运用了幽默 可能适得其反 比如说 大家正在很认真 很严肃地谈论一件事情 正在讨论一篇学术的论文 或者正在开一个 很重要的决策的会议的时候 你漫无目的地 突然地冒出一句幽默的话语 可能会让大家侧目 那么这是时间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空间不对 就是说你所在的场所 比如说 大家正在开一个决策的讨论会 那么在这样重要的一个场所中 你冷不定冒出一句 不搭界的幽默 会让当事人 会让所有在场的人 都为之侧目 觉得怎么样 觉得你说话不对路子 因此 我们要注意幽默的时候 注意时间和空间 那么第二个机会 就是要切记 卖弄和炫耀 我们说 幽默是什么东西 幽默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来润滑比较尴尬的时候的人际交往 而不是为了显示你懂多少故事 不是为了显示你懂多少笑话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卖弄这些技巧 卖弄这些笑话 来讲这个幽默 不符合时间 不符合空间 不符合现在的场景的话 那也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别人只能认为 你这个人会讲这些东西 但是并没有起到一个幽默的效果 那么第三 我们说幽默一定要历届 庸俗和无聊 我们知道 有很多人喜欢拿别人去开玩笑 有的时候喜欢用别人的一些缺陷 或者甚至于别人的一些习惯 当作幽默的素材 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伤害对方的 我们说要想做好人际关系 要想搞好人际交往的模式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幽默的过程中 尊重人 承认人 认可人 我们切记不要把别人的缺点 或者生理上的缺陷 作为幽默的素材 避免幽默的庸俗与无聊 一句赞美的话 一个肯定的眼神 会拉近人们的距离 甚至是陌生人成为好朋友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慷慨地 给出我们的赞美 获取更融洽的人际关系呢 改善人际交往的第二个技巧 要学会巧妙的赞同 不仅仅是赞美了 我们要学会巧妙赞同 赞同别人大家都知道 很好做 我说一 你说一是对的 我说二 你说二是对的 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个大家都会 但是如何比较巧妙地赞同对方 让对方从内心深处感受到 我们在支持他 我们在跟他一个战壕里呢 我想也有几点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巧妙赞同的第一步是 当你赞同别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出来 而且是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在座很多朋友都已经 结了婚 生了孩子了 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 男性 或者说我们男人 是最不爱说赞同的话的 因为我们本身骨子里 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骨子里都希望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女朋友 是围着我们转的 有一天 你在家里正在看足球 发现你太太换了一件新的睡衣 你觉得还不错 挺漂亮的 但是呢 大多数丈夫都不会因此而主动说 哎呀 老婆啊 你换的这件衣服可真漂亮 真好看 大多数丈夫都是看了一眼以后 就接着去看自己的足球了 结果呢 太太希望得到丈夫的赞同 没得到 所以说她一会儿过来问 老公 你喝杯水吗 你说 不喝 看球呢 贵孩她又问 老公 给你削个苹果吃吧 你说 不用 看球呢 如此三番两次以后 太太就不高兴了 生气了 回卧室里 自己看书去了 丈夫看完足球 这时候才想起来 老婆人呢 哎 到卧室里去找她 结果老婆一脸不高兴 丈夫还不知道为什么 说你怎么不高兴了 大多数女性也不愿意说 因为女性经常会想 我想说什么 她知道 而且她特别特别认为 男性应该就知道 我们女孩子想什么 好 老婆也不说 丈夫也莫名其妙 说你怎么就不高兴了 发脾气了呢 最后 这一架打来打去 一句话 点破了所有的情节 老婆说了一句 人家穿了新睡衣了 你也不夸人一下 丈夫说 我看见你穿了新睡衣了呀 怎么了 挺好的 太太说 你为什么不夸一句呢 丈夫说 这事还用夸吗 巧妙赞同的第一步 看见了 一定要说出来 第二步就是 当你看见了以后 一定要用眼神 对着对方说出来 眼神很重要 你别这头看见太太穿着新睡衣呢 挺好的 这头死盯着电视上的足球赛 老婆 你那睡衣挺漂亮的 挺好看 你说你太太心里会好受吗 肯定不会好受 因此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在我们赞美别人的时候 在我们巧妙去赞同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眼神是关注对方的 第三 当我们要巧妙赞同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表达的准确无误 换句话说 简单点 说人对 要说对地方 别人是对的 结果呢 你这一赞同 结果一说 说到另外一边去了 结果 梁宁 反而弄巧沉着 因此 我们在赞同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对方的核心的观点 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我们的赞同来 在人际交往中 信任是基础 是成功交往的通行证 那么 该怎样在交往中建立相互的信任呢 要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要打开人际交往的新的局面 除了要运用幽默巧妙赞同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的理念 一定要牢记于心 这就是绝不失信 孔子曾经说过 人无信不利 这个信是指什么呢 我想 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基本的信用 第二个层面 是基本的信任 第三个层面 基本的信仰 基本的信用 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在座很多朋友都有信用卡 我们拿着这个卡到处可以去刷 表明什么呢 我买了东西 我将来会还钱 先用银行的钱去买东西 信用卡 我们知道 温州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一个鞋城 中国大量的皮鞋是由温州生产的 而且我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很多鞋 也是在温州生产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刚刚改革开放之初的温州人 雄心勃勃地在做着生意 那么起初呢 他们是很规矩地在做鞋 后来呢 有一些不法商人 偷工减料 贪图便宜 做一些假冒伪劣的皮鞋 最严重的居然是拿牛皮纸来做皮鞋 到了1987年的8月8日 在杭州发生了这样一次事件 有两千多双来自于温州的假冒伪劣皮鞋 被集中在广场一把火烧掉 浙江省政府表明了自己打击假冒伪劣的决心 同时温州人民也把8月8日定为一个节日 就是信用日 成信日 我们发现温州人的信誉又恢复了 那么第二我们就是说 基本的信任 信任之信 我们都知道 人和人交往 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 基于双方的安全感 我觉得跟你交往是安全的 你觉得跟我交往也是安全的 我们彼此信任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了信任感 我们的交往才能够畅通 才能够无碍 才能够有直有量 有的朋友说了 如果我们缺乏信任会怎么样呢 缺乏了信任 相当于你的交往之路 被拦腰截断 你很难找到真正的朋友 很难找到知心的朋友 别人也不爱 别人也不爱跟你在过多的交往 第三个信 我们就说是基本的信仰 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我相信人都是有信仰的 无论是对我们的祖国 对于我们的党 对于我们的宗教 都有自己的信仰 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他是非常孤独的 他是没有归属感的 信仰的力量 让我们凝聚在一起 当年在革命时期 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因为要创造一个新中国 这样一个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集中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凝聚 他们感到有力量 在改革开放以后 有很多企业家 有很多建设者 为了创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他们凝结在一起 今天我们在这儿 也是要用我们的信仰 来创造更好的 精神上的财富 我们也凝结在一起 信仰满足了我们在座 每一位人归属感的需要 因此我想 在我们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人无信不利 那么我们要有信用 要信任 要有信仰 三信合一 我们才会在人际交往中 无往不胜 各位朋友们 我们的人际交往专题 就告一段落了 期待您继续收看 我们诗说的节目 中国人民大学 胡登博士的 交往重新开始系列节目 让我们了解到 人际交往中 该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如何避免 忌讳情况出现 如何塑造好 第一印象等方法和技巧 灵活运用这些技巧 提高交往的能力 就会改善人际关系 让您开心幸福的 工作和生活 工作和工作